那個要見點的朋友啊 你們到臉書搜尋 粉絲團好不好 這信箱這樣子 短短一天我這樣子怎麼怎麼弄啊 我想請教一下你們 請問如果你是我你要怎麼弄 說是什麼 能幫我毀號碼避免我高血壓給我看一下照片是不是 我看一下喔 這個 唉 就是沒有限時角色嗎 然後 盡量不要用到太多鑽石 是太多啊不是 太多 台資源是不是 這個這個信件就直接砍掉啦 狂人可以幫我看帳號嗎 你們就到粉絲團直接把帳號密碼留下來就好了有沒有就很乾脆我就能上去了 就可以看啦你就是到粉絲團帳號密碼丟的就好了好不好 好不要問可不可以啊你就直接丟給我就好了又不會有人看到 1號可以幫你抽大嘴嗎 可以可以啊 OK 那我們就先看有留帳號密碼的好不好那個都難呀你非洲虎都可以漸減啊這個也不要問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球棒攻擊力都可以啊好不好 OKOK那開始今天的看號 走出發 其實這個單元呢你不單單是劍警的時候跟你們來點趣味的同時我們可以到很多伺服器看到不同的玩家他們的排行榜 第一名以及每一個玩家玩的方式 然後今天我們要到新篇章的伺服器 這看起來又是一個曾經在49區玩一玩然後退坑 又回來到了174區然後現在又回來到了新篇章 這樣子推測他這個時間點下次他再退坑再回來應該是新篇章110 110伺服器左右了 好了好了 流光影帳伺 流光影席 你們要漸漸到粉絲團不要再發信箱了那個信念太多了好不好 然後咧 也不要吹 我就一個一個上去看終於一定會看完嘛對不對 除非這個遊戲有1萬個帳號嘛那1萬個帳號可能要看30年 就沒有辦法了是不是 那其他還好啊如果你說幾百個的話早晚也看得完嘛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每個伺服器的狀況 其實 他伺服器是什麼位置基本上就什麼角色都看一下就知道了嗎 你什麼角色有什麼時候角色沒有 像這個是新篇章啊新篇章是比較後面的 你這個是第14名啊14名也不錯 像這個新篇章他們很多玩家都不是一個大客都是幾乎都是微客的 都走了微客小客 這裡有一個普羅斯還有崩普啊 哇那新篇章這個就比較困難了你要用在大總眼核心 用在崩普啊個人宣言花情遊戲這看起來像是個女孩子的名字 實際上不知道 哎呦那叫白鷹主冠軍啊真的假的啊 192萬這個不是主陣容 白鷹主冠軍 好像不錯喔來看一下 哇你好厲害啊 你承襲了狂人的小小的精神啊你把梅爾薩加德列的這麼棒啊 這個裝備是很正常的新篇章你能夠有一個陳色尤其是 像這種有 連環屬性的有沒有 這種啊就很棒了你有一套就很棒剛開始了 生命征服你看人家都玩得很好啊對不對人家都不需要健檢啊 那你們 這個也不是說玩不好你哎呦你這個陣容也很酷喔 這陣容我一看就OK啦很棒啊 只是你為什麼不用大總眼啊你格鬥的角色有這麼多嗎 喔你有大總眼的核心是不是 大總眼的核心大總也很棒啦你用僵尸匣肯定是不行嗎 啊你大總眼假如以你當前這個陣容來看我認為 毫無疑問 就是背心這個位置我有意見啦 不過你有這頭鳳凰男有沒有你背心這頭通常 你拿去放蚊子啊 好他的效益 應該都是要比剛剛的背心尊者還要大喔 真的喔你甚至 喬澤 沒有關係好不好你你原本用背心大師也不是不行啊我也不要給你切裝備看一下你的 角色裝備吧我們先看一下 然後判斷一下你的攻擊力 你這個才74級是吧等級最高到80 還有材料嗎 狂人幫你吃一點點就好了因為你要留點裝備是不是要用紅裝 擴展卡 這一件真的是不漂亮你要那麼早去給他觸發聯繫是不是也不是不行 是有沒有必要到這麼早 如果沒有必要的話我還是會建議你把這個54的這件下掉吧 沒有更好的啦你就穿這個暴擊率啦好不好更正 因為你的這個裝備加上增幅卡 攻擊加成 攻擊力 這張普通耶 這張不行啦 這張不錯 這張不行啦這張不行啦這張不行啦這個狂人要給你弄掉啦這個不行啦 你要留點鑽石要買黑券嘛對不對 所以狂人給你買一個鎖頭好不好 先洗一下 洗完了等一下再針對你 因為這個格鬥卡它是很棒的 它不用一直換你很多容易都會用到格鬥的攻擊 好洗一下你看看 我們也不見得洗多少但是你先哇哇哇 洗得很棒耶三攻耶 少一條豹 唉唷還不錯耶 對不對你看 然後你現在這樣的攻擊力基本上來講的話要看你的印記 你的印記灌了多少這組練嘛 這邊為什麼要灌這個啊 我這個林可你一定是要弄到穿 這不用考慮這百分之兩千萬是利劍嘛那不可能去穿那個嘛 那不強嘛 35 38中期天賦等級 你這個要吃啊你這個先 不要管格羅里巴斯了好不好 因為你這個深海王的主體它是很重要的所以 你要吃你不能不吃 你這吃也剩三個啊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但是 那個印記是非常重要 它比什麼都重要 它跟征服卡一樣都很重要所以 你必須要做的你就是要給他高級天賦打開來 那這個克羅里巴斯你用不到格鬥吧 就給他開就對了 開了之後你有高級的高級的你 到時候再慢慢打 這個很重要這個加很多你看你攻擊力現在面板 你看你這個攻擊的面板啊正常來講喔你這個深海王極限全部給他灌完應該要在40萬左右 你這個只有22萬嘛 22萬就說明了 這個現象你包括前任激發啊或什麼我知道這個新篇章資源有限啊你要留給格羅里巴斯一點正常啊 但是狂人跟你說啊你格羅里巴斯升也要時間 深海王升也要時間所以毫無疑問 這個就先點了沒有關係 你只要為格羅里巴斯留後面的 留後面的可能到紫色兩顆星之後的再之後再養他有沒有 這個你先點真的沒有關係他本來就是一個主要角色 最主要是這個要打開來 然後前面這個攻擊一定要點高 你這樣子至少到30嘛 到30了之後我們再來煩惱下一個環節嘛是不是 深海王他是一個非常主練的包括你這個增幅卡也是一個問題啊 這個不要懷疑好不好這不要懷疑這兩顆星你這個兩個懷疑沒有關係 這個有的時候他就是 要的資源這樣子就不要再點了因為他這個還要再換嘛過渡期嘛是不是 然後這個屬性很漂亮剛剛講過了 好了 然後好了之後我看一下你的吹雪 你吹雪是稍微練一練是不是 像這種稍微練一練就給你四個字 乾脆別練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不是在說狂人在罵你沒有 這遊戲大家玩都知道你是稍微練就是乾脆別練 沒有第二條路因為講真的你這個吹雪 這個蚊子如果能夠練到直舞的話那就比吹雪強太多了 吹雪不是不強啦是說 你這個攻擊沒有起來 那他上來的話他就 存在的價值感就很低有沒有 反之你的背心大師血價都還有98萬 OK 那你大狗眼勒有穿裝備吧 攻擊啊 怪人啊 這件應該有吧這件你稍微也 替換一下吧好不好 好啊看一下 尋一下 我覺得你這個大狗眼走生命就好啦你攻擊 其實沒關係先這樣吧好不好去打架走 這個賬號來講的話黑劍的安排如果得宜的話 喔那他是很棒的你這個賬號他是OK的好不好你可以慢慢的好一點 記得狂人跟你說的啊這個背心你到時候可洛迪巴斯跟 可洛迪巴斯可能會先跟你先跟吹雪換啦你聽狂人的啦你先跟吹雪換就是好不好 好 就說吹雪他早晚都要下去啊 那當然你要跟背心先換也可以但是我個人是認為 你聽我解釋吧你這個去觸發 跟可洛迪巴斯觸發在一起鳳凰打復活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背心這個這個下去嘛然後背心這一位很活嘛你到時候看看吧他超級活 你很多都可以用嘛你甚至不排除 黑光也好啊甚至有喬澤又什麼的 我們到時候在研究嘛還有一些反場的角色還有其他的SSR 好啦走 我看一下你的戰報好不好 哎呦 激戰中 像這種激戰就很好你19個小時前你你打人家影音他又打你 所以這個大神的朋友跟 奇野豬 他們兩個跟你都是五五波是不是 大神的朋友在排好盲第二名你還給他拆下來 人家是用什麼陣型啊 他這邊是用銅蒂亞給你打一撲啊 那你用過你你有沒有試過大神眼嗎你有沒有試一下大神眼嗎 是不是 你大神眼上來然後 像這樣你已經搞了復活搞了復活你就天空王也掛了嘛對不對 你天空王你就給他掛了你不用去 去懷疑獸王也根本不用去追你現在就是差一隻 這格洛迪巴斯 你真的要去彈主攻的話 你用深海王一個冠全部都不是不行 好那你前面這一位的話狂人幫你打一套 天空王 這個也不是不行喔這影響盛大喔這怎麼會不行 我打給你看走出發 這影響很多啊 你在這場戰鬥沒有贏的話 有贏沒有贏都沒有關係你看這場是贏嘛 你有沒有贏都沒有關係你看這個天空王 我們打的是一個暈眩然後把深海王關在後面 藉由這樣子然後護體增多 我的擺陣深海王 沒有擺好啊哇沒有擺好都贏啊我剛剛沒看他陣型啊 我只是針對我們要擺的有沒有 所以深海王掉一下位置就好了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暈的他不要不要的 三兩下的事情 就深海王這一位剛剛跟大神眼換一個位置就 更完美了 當然他也是放了一個天空王 有沒有你看你這深海王酸過去的受不了嗎他不能動啊他完全不能打所以 剛剛的關鍵就像我跟你講你的吹雪沒有用不是說吹雪有 不是吹雪有用好不好更正一下可是 那個是你遊戲初期的時候就是一開始的時候他有用 你越後面他越沒有用 這樣子怎麼有用這什麼用那沒有用嘛 你隨便一個怪一個輔助都更好 然後這邊你看看 你深海王 又不在被天空王干擾 然後 就打完了是不是打完了 也沒有多強啦我們這個就是說 用一個最好的方式採取最好的一個戰術 那就說你這個角色的話要去 有看過影片你們就自己思考有些人自己調就就調啦 啊那第一名多強啊我們要演好了 570萬崩普破洛斯啊他這個裡面的陣型跟外面不知道一不一樣不過這個陣型你要打贏就 稍微是比較難 稍微難啦看一下 用你80鑽石吼不好意思 破洛斯 這破洛斯可能打得比較痛 破洛斯打的是痛 這邊還掛了一個梅兒 而且很聰明他跟深海王搭在一起 啊這個真的是厲害這個玩家厲害 他還搞了一個崩普 他還搞了一個崩普 所以你本身你用大種眼要打這個隊伍就打不贏了 他就我跟你講 他就算把梅兒跟普洛斯都擺下去 兩隻都下去你也輸 你百分之八九不提時輸 他帶一隻深海王就打你整隊了 所以呢你碰上這個玩家你將來有格洛迪巴斯 你要去噴他的崩普的盾牌 通常你也是大概率會輸 除非你的格洛迪巴斯是夠極限 但是我想呢 以你們這個新篇章也不用搞到這樣子 你就說差不多能夠在第二名這邊有沒有 跟人家有的拼的話就是一個很棒的結果了 好吧第一名有的時候本來就他們就大神嘛 對不對大神 OK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告一段落啦 我每一個招牌都會上去所以不要特別吹嘛好不好 除非你很快就不玩這個遊戲了嘛 好了 我們 最強之難明天再見了 大家拜拜 拜拜